推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有顆席家帶券 要趁中秋廉價全家大小出國玩 大量旅客湧入 爆到櫃台大排長龍 就擔心影響其他旅客 現場出動機場保全 維持隊伍秩序 眼看後方還有民眾在等著 地勤人人加快速度辦理手續 不讓民眾等太久 排隊排比較久的嗎 大概排多久 我們排這樣一小段 已經差不多排了二十分鐘 包圓自己排隊排好久 通常中秋廉價第一天 桃園機場預估 將有四萬多人出境 超過四萬五千人入境 總共八萬五千多人 穿梭機場 擔心無法附和瞬間湧入的人潮 桃園機場早已做好準備 不過民眾就怕遇上假期 路上會塞車 紛紛提早出門 就我們提早一點出門 然後發現 其實路上沒什麼車 有有提早到 比平常多啦 那目前狀況沒有說到特別的 索欣最後通通成功抵達機場 不過是逢假期 恐怕不是每次都這麼順利 建議旅客出國 還是得提早到機場 以免耽誤後續行程破壞出有心情 靜新聞楊仲強莊錦 萬五百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沃嘍